各位同事,現在太重,要上課了 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手機有沒有關機或關靜音 在手機上看,關機,關靜音 好,謝謝,好,開始上課 宋家關 大家午安,大家午 好 好 現在 歡迎各位 各位兩者 真難得的機會 高雄,只要不要這樣錄給我們幫忙 路後,又訓導這麼多 大家很辛苦 現在這個時間剛才 現在是吃飽 應該要消耗的時候 所以有可能 有六人覺得說 沒酒就要開 我人很保留 如果有人要開的人 對他們開沒關係 但是不要說就好 各位的時間很忙 今天每一個時間都很累 本來 本來 安身五十分的時間 現在已經 已經 上課 割到四十分 現在割到十五分 所以 要給大家介紹的 這個 內容 並沒有 檢照 所以只好就要用 國所的鐵路 的速度 來 介紹給大家 知道 我們 在這次 有什麼關係 要做 要注意 公共的行政 所以我今天要說的 這個 對方 公共的行政 實力 各位 如果 接一人 管理一人 要做的事情 要注意 就是 公共的行政 在公共 我們看見 其實 行政大部分 就是公共的行政 實力 實力 實力的企業 實力的公司 它也有行政行政 但是 那些行政 不是我們 這個中央 在說的 所以 這是 簡單 提示 讓大家知道 我今天 要 介紹給大家 了解的 一些 公共行政 實力 基本上色 內容 大概是這樣 第一 行政的角色 是什麼 第二 行政是根據 什麼 第三 行政的變責 還是行政的制度 一種什麼 就是 行政的實力 是什麼 另外 你們 改善行政的實力 因為各位 都是仲將官 這位 政府 政府 官員 所以是 領導改善 最好 我們接近要 實力 是什麼 看 先開始 我們來了解 天正的角色 是什麼 這一個 民主社會 的 國外的管理 國外的管理 都是 根據 一個 就是 三管 分裂 分立的 三權分立 是 怎麼說 就是 當 國家的主管 分裂 立法 行政 和司法 這三項 讓他們各別 去 獨立 運作 但是 保障 就要抗拒 因為 如果 沒有讓他們獨立 運作 有可能會發生 沒有一種的管理 會受到一種 還是 心狀 但是 如果 受到獨立 大家 沒有 高齡 高齡 高翁 合作 的時候 這個國家 也沒有那麼多 人 整個 順利的運作 所以 雖然分裂 三個 管理 獨立 在運作 但是 保障 也要經濟 這 慢慢 以後 我們繼續 來了解 這是什麼意義 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先可以 做 這個簡單的規則 就是說 法律 是由法機關 創作 由 行政機關 來執行 最後 由 司法機關 來做 改正 聽起來 跟我們 文言文 把我們 舉起 實力 來 歸世 譬如 我們 任務員 跟老闆的 文件 做事 你沒話 有 請坐 我們任務員 跟老闆的 做事 這件事不好 所以 立法機關 就創作 一個法令 說 老闆人的 問題 做事 這是 反法的 事 我們要把它觸犯 有這個法令 然後 這麼高的 警察 警察就是 行政機關 他在執行 法律 要告訴他 去執行 這個法律 執行 這個法律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人做事 你才會照 你一定就要照 但是他照著 之後 這個車子要怎麼處理 警察不能處理 他就要照 法官 法官才來判斷 這個車子是怎麼 要淘汰 有台人 還是沒有台人 淘汰桌 淘桌 要判斷多少 就是 法官 十分之間 就在做 不是警察 就在做 所以我們 可以做一個 對我們來說比較重要的這個結論 我們是同時 行政機關的領域 因為各位 常來這款的所在 都是行政機關才對 所以 所以 行政機關的領域 根據我們剛才的過世 可以 強調再一次 所以 執行 法律 他的領域 是在執行 法律 不是在創作法律 也不是在過世的法律 所以 大家如果了解 才會 不要請問大家 這個問題 請問 政府 可以 管老百姓 那是不可以 政府 可不可以 管老百姓 聽我清楚 可以的 請舉手 有不少 不過還不到十個 不可以的 請舉手 大多數沒有 不知道的呢 有沒有 也有 少數 非常少 這一次 我們就少數 乎同多數 而且都都在想 沒有錯 政府 不可以管老百姓 叫什麼 為什麼不可以管 為什麼不可以管 政府是什麼單位 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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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過世了 他們在怎麼樣 執行法律 他不是管老百姓 他的任務不是管老百姓 我剛才沒有規定 他就要管老百姓 對吧 所以他不能管老百姓 管老百姓 那是中國訴訟 現在 全體就是民主社會 民主社會 什麼人是主人 老百姓 政府是什麼機關 老百姓請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為何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怎麼可以管老百姓 請新樓 怎麼可以管老百姓 對吧 所以這個官員 大家就要記好清楚 政府不可以管老百姓 近乘 不可以隨時 因為你有塞車 他就要跟你抓 你如果沒有犯規 他怎麼可以跟你抓 什麼 近乘地 遮疏 是因為你比較遮疏 他才可以抓 路易無關 對吧 OK 這先進 走 第二 行政的依固 行政的任務 是責任法律 所以 你一切的行政 感動 必須要根據法律的規定 法律如果沒有規定 你就不可以做 法律跟你規定 你做什麼 你才可以做 所以 說這句 簡單的話說 就要依法辦理 這句話是 要根據自言來做 不是在開玩笑 是說依法辦理 比較適合 就要依法辦理 依法辦理 後面就是 什麼 不得任意炒作 你不能根據 你 想什麼 還是 起魔法 要怎麼就要怎麼 不行 行政機關 絕對不可以 所以不得任意炒作 一定要依法辦 所依的法令 依法的法源 是來自立法機關 所創造的法令 不是來自政黨的主張 在台灣有一個政黨 經常 經常就在開中間會 做骨切 叫他行政靈環 就要這麼做 我不能說 這個黨 是哪一黨 我告訴大家 大家都知道 這種的做法 絕對不穩存 民主社會絕對不穩存 所以 依法辦理的法源 是立法機關 所創製的法令 絕對 不是政黨的主張 請問 大家要求好 我們剛才說 行政機關 它是在執行法律 但是 有經濟立法機關的習慣 行政黨的遙遠的制定 我們在執行使者 有些細節 它可以去規定 是不是可以做裁決 這是什麼時候呢 譬如說 行政機關可以頒發建築許可 我們要去一間房子 要行政負貨 這個法論 有給行政黨人 說你就要行政 要行政黨人 要行政黨人 才可以做這個事情 再來 什麼樣子 抄襲 警察兵要直接開發堂 他不用將那個人 情侶 讓發光 聽說這就要發貴的錢 這個就是 有這個 在法機關的受管之後 警察才能開發堂 這就是這樣的 說到這裡 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再請教大家 我都不規定的 準還是不準 法律沒有規定的 準不準 准的請舉手 非常少 還不到五個 法律沒有規定不准的請舉手 大多數 不知道的呢 有沒有不知道的 還是有 那你們要趕快動好來進去 這回就不可以少數服從多數 這回要多辦 多數要服從少數 什麼意思 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准 奇怪 怎麼會這樣 高速公路沒有限制你開一百公里時速的話 你可不可以開一百二十 大家可以開一百二十 法律沒有規定的 你一定可以一百公里時速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一百二十 是不是可以一百三十 所以法律沒有規定的就是做 還是怎樣 我怎麼會找到這條問題 講到的故事 其實不是故事 這是歷史 事實發生的 大家可能還會記得 吃炸吃炸以前 一休休六年 要參加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 他可以敏選 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比選到後 要登記的時候 他就給中國的那些 皇帝 說我要登記的代謝 所以他就 存佈一個代謝的執政 將一些以前犯罪的人 跟代謝變罪 補罪 其中有這位 民進黨的大農 名叫做 五四改 那個本來是 征補立委 他就 因為他就 中華民國跟他判罪 說判亂罪 判亂罪 所以他刺斷公權 所以他不可以做立法院 那經過 經過阿非北亞的代謝 然後 他就說 這樣我沒做 所以我申請 恢復我 政府立委的資格 結果那個時候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那是社會 師 那個師弟 說這個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不做 我看一看 他 他以前沒有在吃飯 他吃飯的時候 他會吃飯 找一個 不知道 聽到的 中華民國的內政部 主觀的施定 說法律沒有規定的 就是不做 那些法律不懂得怎麼了解 那些法律不懂得怎麼了解 跟普通人的生活 法律是要做什麼 法律就是要犯罪我們的行為 不才會定法律 社會沒有這麼複雜的時候 哪有需要法律 來跟我們規範 來犯罪我們的行為 對嗎 對嗎 你要驚當 翁山 隨著你的 那就要用 紅綠燈來給你關一下 說現在綠燈你才可以走 紅燈你不能走 對吧 法律就是要犯罪我們的行為 既然如果沒有法律 犯罪我們的行為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能夠自由 走當公司 所以 剛才有說 政府不可以管老闆 法律 不規定 就是可以 但是 上面有一個 真公的 動心 拿出一個問題 他說 法律 沒有規定 可以 那是騎在我們 十老百姓的立場 那騎在政府的立場 是不是這樣 騎在政府的立場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行政黨 行政黨 如果沒有法律的規定 他是不可以辦的 不是不准 法律如果沒有叫你 說你這個 申請的人 可以 建築 復刻給他的 你就不可以給他 建築復刻 不是說我不准你建設 還是准你建設 所以這個 這個觀念 大家就要 稍微 調整一下 原則上 一樣 行政難為 本資也一樣 我們都不規定 就是可以准老百姓 他就無關他 那麼多 對吧 OK 現在我們來看 行政的變質 有什麼 這大家 民政的說明 大家都會了解 我們有共用 有地方 這個 行政機關 還是行政黨 將來我們民進府 地方的部分 分手跟根 這是疫情的定案 現在中央跟地方 有這個法分的時候 管理的法分 也有需要 現在看中央跟地方管理的法分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這是中央集權制 還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時 就是地方 也有管理 求他的地方生 還是 創造一些地方 極修的政策 來推行 地方如果沒有這個管理 的時候 變對一切都中央控制 這跟 好像一間 大間 居民宅團 這個中共識 控制的所有的分共識 這就是中央集權制 那如果定制在 可能大家比較太會教 我們還有一種的 蓋壓的 組織方式 這就是合作社的 組織方式 電影子弟,一個合作組織 他每一個行丸的分子 都會他們的支柱處理他自己的事 不一定就要聽合作的那個中央的指揮 不然我們再看 行政機關,雙手也可以噴水兩種 一種是有政府機關 這個在中央,酒和菌都有 另外一種,事無丹無 中央,政府機關是在重點 你做正確的演義,你一定正確 那個才是政府機關 他本身不一定就要執行沒有一個業務 但是他就要做政策 要研究政策 創作政策,發展新的政策出來 事無丹,這是一個執行法律 什麼事無丹無丹,我們剛才說的 警察或是家政策 在幫我們收錢金的 還是在幫我們辦公室的 這都是事無丹無丹,業無丹無 這是在執行法律 對,所以我們如果說政府機關 還是行政機關的時候 就要了解這個差別 再來,就是行政的事無 事無,行政是無所牽涉到的 應該是跟他三樣的事 就是人與事無與事無與事無 要與事無 行政牽涉的人就是行政服務的對象 用另外一個民資來講 也可以跟他親吼說,這是客戶 行政單位的客戶 就是行政單位服務的對象 這客戶既然是客戶的時候 所以我們行政單位對老闆 絕對不能關了,不能關了 所以我們要客戶 還要客戶 還要客戶 台灣 共產民國的制度是很冷 沒有問題 不過有一個單位 很高處 大家如果要辦我們的新聞政 是不是就要去 國口單位 現在台灣的侯進出所 不只要有禮貌 我們去都會問人家說要做什麼 要教人家說要怎麼辦 去哪裡 像你又碰一塊塊錢 這什麼人做什麼 阿扁 阿扁 所以阿扁不是 不是大部分都賣 因為有好處 這種好的制度 我們就要留下 我們不只跟人家在辦公室 就要這樣 以後 我們的民政務 不管做什麼業務 對老闆 都要客戶 要有禮貌 再來 我們要辦的事務 是什麼 行政的業務 就是法律 搞辦的任務 法律 規定的說 我們就要辦什麼 那就是我們的業務 所以 這個法律 應該就要規定的 行政單位的 這個業務 跟業務 要很清楚 這樣 行政單位 他才知道 他就要辦什麼 他的 這個業務 跟他的業務 是什麼 說到這裡 我現在要拿幾個 億年 給大家做三個 ROC 大家知道 有很多法律 但是 裡面有一條 叫做主管機關 譬如說 ROC的共識法 第五條 主管機關 中央是經濟部 直轄市政府 地方的 英公法 大家回家 可以回家 這是 炒船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 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農委員會 農委法 第三條 也有規定 主管機關 中央是行政院 農委會 這是什麼地方 直轄市 還有縣市政府 甚至 甚至 立法院 在討論 一些 十片 衛生管理法 第二條 它也規定 指 主管機關 是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為什麼 這個地方 大家都說 如果不是打你打不住 就是 那些 立法院 在討論 這個法令 的時候 立法院 大陸 那些 有說 主管機關 就是 中央 衛生福利主管 機關 到底是在指什麼 都不知道 這個地方 一定有出什麼問題 不過不管 主要 我們就不會說 中央民國的這些法律 哪有 主管機關 到底這些主管機關 在關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說 政府不能關 老百姓 如果老百姓 他如果不能關 他現在是在關什麼 關什麼 有人知道嗎 他知道嗎 我是不知道 我發現 他跟我們一樣 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他說他要關什麼 所以 要什麼 大陸都關 對頭關得變 你絕對不會不對 絕對不會漏糕 對不對 如果有人管的時候 如果可以管的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有管理 如果有管理的時候 大家也要去 所以 到時候 多頭馬車 這件事 發生的時候 大家也要管 但是 如果要負責任的時候 都沒有人要負責任 對吧 十分發生問題 還有一個 政府官員出來負責 說 那是我的問題 沒有呢 他們怎樣 因為他們都是主管機關 他們不是在執行的機關 所以 節任是 基本的機關 在執行的 主管機關 不用執行 所以 這種 法律的 負責 跟我們 所行的 民主上位的 法律負責 完全不一樣 行政單位 是要負責任 要做責任的 要做責任的 不是要做管理的 責任的 沒有人搞錯 對啊 行政的政府 看守著錢的事情 因為你要辦事情 辦行政需要錢 錢就是經費 因為經費的預算 這預算 當然是 對老百姓的 設定錢 對 所以 從來 我們民進府 一切要專修的 治療的環節 因為這是老百姓的錢 這是我們大家的錢 我們就要把它 穿起來 不可以亂領 所以 中國的澳門 我們絕對不可以保障 什麼澳門 消耗預算 預算用不完的 盡量就比較好完 這是政府的原則 不是 不是在推倒背心心情的 這種澳門 我們絕對不可以保障 甚至 還有一種大家聽起來 預算達成率 可能 如果不是很公務人 這樣 比較不了解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要判斷 一個行政當中的行政好論 是根據消耗預算的停動 預算花越多 行政好論越高 那不是這樣 對 所以 這種也是澳門 我們絕對不可以保障 我們絕對不可以保障 現在就要看時間 你領導改善的行政是母是什麼 這我會想 應該三個很重要的領母 第一 領導人 就要幾位很好的行政典容 你們的行政典容 就要做很好的幾位 怎麼說 你就要給他們 橫的行政部門 要能分工合作 讓他們 要他們的分工合作 第二 直的行政階層 要能分成負責 讚讚 所以 要把他們的分工合作 但是也要合作 這個 一段一段 要保障 保障 保障 不能斷層 第二 你也有任務 背影 自動自發的部署 你的換工 你就要背影 要背影 自動自發的部署 有什麼先決條件 最重要的 第一 應該 明確 劃分 每個工作崗位的職責 你如果每個工作崗位 你把整天要緊緊做 你做這段崗位 你的崗位 你的崗位的內容是什麼 你的結論範圍是什麼 你就要做到什麼那裡頂到 什麼是你的事 讓每一個部署 都知道說 他要做什麼崗位 這樣的時候 你不用每天說 說 你就要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你自動就要去做 如果在這個環境裡面 有事的時候 他就要自動去處理 就不用你一定說 這是你的業務 你就要去處理 對不對 所以 你做你家的 就要 當作補充 建議這關 自動自發的證明 這 這是 做人的方法 你 家庭他的子孫心 他的信心 每一個 完 工 同年醫療的自動自發 就直接我還有一個問題 一 咖你 是變多少 三 在這裡不對 一加二 你如果有一個很好的行政陣容 還有自動自發的部署 加起來會變什麼 你有一個很完美的行政團隊 對嗎 對嗎 你的那個 行政考慮一定很好 你的行政陣容 突然很好的 你的部署 大家都自發自動 這樣做事情 考慮一定會很好 所以 一加二 不當於三 在我們這裡 最好 你做人家 但不用 一定要尋到錢的問題 而且 那些 你們就要負責 邊列預算 因為 你要依法行政 當然就要依法 邊列預算 在那裡 在那裡 你們都聽 這個 遺留 說一些 成本 跟預算 這些內容 在這個素材 我就不可以加強 說這件事 有意 跟我們介紹 給大家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沒有福報預算 就沒有被砍預算的問題 好 大家記憶 你如果沒有補太多 就不用怕人幫你負責預算 是嗎 這樣喔 我們接近的事務是什麼 各位 如果要去接管一個黨員 你們的任務是什麼 看人家說 三項 很重要 鑑讀 控制 要參觀 不是要請他們去 接辦 進步 應該 就是這三項 鑑讀 鑑讀 就是要鑑讀 你接管的單位 是不是有遵守 我們的法理 有 為勞備 是 設想 在做事務 什麼 讓這個法理 只要 利用這個機會 再給大家 溫習一次 日蜀美戰 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流亡政府 不得就地合法 就像那些 涼經 其實你如果 接管這個機關的事 這不是涼經 你就要付諸於實現 什麼事 日蜀美戰 什麼意思 對吧 日本 還有 比書中分析出來 對我們還有 才與主權 所以日本就要幫忙 讓我們 要怎麼 國際地位正義 美國跟我們 佔領 他就要 奉 發 旅行政見 給我們 他不可以叫我們 領 現在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的 負責 對吧 這是對我 對來 對來的 我們是被禁令的地區 所以 我們也就 要遵守被禁令的任務 有 騙說 禁令正 公正 那就是 我們的法定 我們不能違反 但是 煩惱回來 禁令 我們的土地的人 也就要保護 我們這個土地的 在社會制度 我們的財 所以 如果有人違反我們這個法定 土地 什麼人的財產 將來 我們在這間 一條一條都要損 那 流亡政府不可以 集結合法 所以 大家也知道 以後跟流亡政府有關 都跟我們沒有關 再來 你們 對那些感動 以後 你們的管理是什麼 你們是有管理 控制 臨時和財務 人跟錢的管理 控制 你們是手的 意思是什麼 逼後的時候 你們可以做財管 對任務跟經濟 做財管 沒有配合 沒有服務的 沒有符合的 任務 你可以把它裁掉 不贏的錢的費用 你們可以做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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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使用 所以你們 上方保健 大家就要 保護 OK 時間超過 抱歉 謝謝 各位同心 因為時間少來看 我們這次學校的學校 休息五分鐘 各位同心 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這節課 就下課的特集文文文化